人際話題來看到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今天晚間將在台中洲際棒球場登場 台灣預計派出旅美投手江少慶 擔任先發對戰郭多黎各 為了幫球員加油 全台各地也紛紛架設戶外轉播區 開放民眾免費進場 全民舉起加油棒 一起為中華隊助力 四年前風靡全台的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今年再度回到台灣主場 雖然不同隊 創上中華隊的球員 共同路人家就只能打 每一個人都是全力去拚 不要把場上的態度拿出來 五號晚間六點半 台灣將在台中洲際棒球場出戰波多黎各 預計派出旅美投手江少慶 慶擔任先發 全力強亞太區第一名席次 才有機會取得東京奧運門票 不僅球員準備好了 應援團也沒手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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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銀行行員 穿上應援T1 將棒球帶進辦公區 要當中華隊最強後盾 在信義區的香體大道 現在也已經打起了大螢幕 完間的十二強賽 將在這邊進行戶外轉播 不少戶外直播球賽派對 也已經架設完成 要讓不能進場的球迷 也能齊聚一堂觀賽 加油團 總動員 全力將台灣送進東京奧運 今天錄影張俊涵 台北報導 好看喔 好看喔